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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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要說的是 要診的人去診 不診的人不要診 這 這齁 有事實無事 我跟大家報告 這是都對悠性無性聽來的 你不用去靠照悠性的對待來 無性的對待聽來的 我們這個文化大革命 中國這個文化大革命 那時候 它動用的不是軍隊 它動用的是學生 所以對小學生跟大學生 所以有這個小小兵 處小兵 紅衛兵 那時候標榜的就是這樣 富大母大沒有毛澤東偉大 所以中國買了 現在就是說 老白大 老婦大 毛筆 共產黨更大 這個教育到現在這個年代 又到了 所以那時候買了 開始開放到中國的留學生 要來台灣留學 本期到這個EQFA的精神 我們台灣要提供給他們大 給他們吃 給他們零用錢 給他們最大的優惠 所以藉的學校 都比台灣小孩藉的都比較好 在這個情形之下的一年 聽說今年是五千塊 再來就開始要幾萬塊 他們這來台灣 都在中國已經有收到指令 就是說你來台灣 要拿共產黨搜集情報 你不要看這些小孩 這些小孩是以前 防衛兵系統傳承的材料 真厲害 所以他那收集情報還要滲透到 滲透到台獨派 滲透到國民黨的黨中央 滲透到軍情機構 所有的財經文化 這些相關的組織都會滲透去 滲透去就是參與他們的人文活動 滲透到還不錯的 未來的洋城 可以做到統一台灣的時候 在台灣的官員 就是台灣為了統治台灣 讓台灣覺得很親民 也覺得很台獨 這個小朋友也很台獨 讓他做獨派的領袖 讓他做國民黨 代替國民黨做中共在台灣的官員跟領袖 這很厲害 現在他們有價位 我們台灣有價位嗎 我們台灣沒有價位 所以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我們不是不反映中國人 我們反映中國人的學生來探索 我們反映他們 但是我們要去檢渡健康 我們說這樣 可以開放 但是要有效的什麼 有效的管理 我們中國 中國開放台灣的學生過期之後 人家怎麼有經過洗腦呢 我們台灣人 中國開放我們的台灣學生 過去那邊不斷洗腦 你如果像我們這幾個 我們去之後 我這是講師而已 都隨便幫我們工作 還給你很大的名譽 還屬於一個榮譽學位 他也有辦法幫你通電 他什麼都可以 台灣人喜歡民主 沒有錢民主大就好 所以看我們台灣現在的國社團 或什麼基金會 會造成 稍微在社會上有地位 沒有錢也要做 像我們醫師公會 現在也統獨之爭 其實做醫師公會 理事長都要花錢 要花錢 現在花到什麼程度 花到台上要 四季請客 一差不說 包紅包賄賂 所以我覺得 阿強會抓到台灣人 愛錢 怕死 愛民主 這三點 就有辦法全民 控制我們這裡的台灣人 所以對本土的台灣人 這三項就夠了 對國民黨的這裡 要做官的 其實下一次 無論到國民黨 做中國的官 這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那些買也不用擔心 所以那些馬英雄 人他也知道 他說輪不到他 當中國共產黨的官 所以他們家整個都做美國人 但是 他們的女兒 把中國人吃頭路 賺台灣的錢 然後整個 那些阿伯都受到美國的保護 要出賣的 就是台灣主權和台灣人 所以他很安全的 雙重下來 他做了一個 中共非常喜歡的德政 就是 疑控控把東川 就跟阿扁抓去拐 這我還要講這個內政 這是第一段 台灣愛主義 中國的這家企業 他也會參加台獨組織 也會參加台獨組織 大家要注意